嘿,你好,我是润土 今天介绍一部关于独立女性的电影《盲山》 讲述女大学生被拐摸的山村 被强奸虐待的故事 22岁的女大学生白雪梅急于寻找工作 帮助家里还清债务 一次偶然的机会 通过一个老女人的介绍 她找到了一份采购中草药的工作 而这个老女人实际上就是个人贩子 经过长途跋涉 他们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人贩子骗白雪梅留下看行李 白雪梅喝了杯水不省人事 醒来后白雪梅才知道 人番值以7000元的价格 把自己卖给了黄德贵当媳妇 白雪梅尝试奖礼反抗 黄德贵一家还是把她关进了屋里 村里人来吃黄德贵的喜宴 小孩子看到了白雪梅被捆绑在床上 却没人救她 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嘲笑黄德贵是个软蛋 两两口在旁边帮忙 私事的按住了她的身体 白雪梅就这样遭受了凌辱 雪梅趁机逃跑却被村民围堵 他向村主任求救却被搪塞过去 认为雪梅这样做是故意骗彩礼 雪梅被带了回去并遭到毒打 工作人员来收税费 雪梅不断地敲打玻璃 呼喊救命 大胡子却说 这事我们管不了 还拍了拍黄德贵的肩膀说 你狗日的厌服不浅 事后雪梅又遭到了一顿毒打 雪梅感到了绝望 选择哥儿自杀 堂弟黄德成把她送到医院 这才抢牛过来 出院后 他妈找了两个同样被拐卖的女人 开导雪梅 雪梅决定好好活下来 他剪断了长发 顺从黄德贵不再反抗 家人也放纵了对雪梅的警惕 他找到第二次逃跑的机会 因为没钱 司机不愿带他走 村里的人赶了上来 把他带走 雪梅再次遭到拳打脚踢 打婚被抬进屋子里 表弟黄德成是个小学老师 道德的德 诚实的诚 这名字真够讽刺的 表面上是来给雪梅送书 实际上对雪梅早已经垂涎欲滴 他承诺会带雪梅离开这个地方 雪梅轻信了黄德成的鬼话 晚上趁看西义的功夫 两人溜进了小黑屋 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为了获取50元的路费 雪梅用身体和小麦不老板进行了交易 他策划了第三次逃跑 并且引逃到了城里 不料 黄德贵却拦下了公交车 雪梅向警察求救 黄德贵说 媳妇有神经病 就这样 雪梅又被带了回去 后来 老妈子发现雪梅怀孕了 雪梅气得要打掉孩子 老妈子给雪梅跪下 求她不要这样 催泪做男青女的思想 还是很严重 女婴直接被扔到湖里 这也暗示了需要买媳妇的真相 生下女婴杀掉 男女失衡 买妇女 生下女婴杀掉 如此恶性循环 最终 雪梅成功地产下了一枚男婴 她把逃跑的希望 都寄托在游地员身上 可是都没有收到回复 原来 信件都被黄德贵拦了下来 最后 雪梅让小黑把信寄了出去 警察和雪梅的父亲赶到了这里 想要带走雪梅 可是雪梅非得要带走孩子 老妈子死活不愿意 俗话说 穷山恶水出刁民 黄德贵造极村民 竟然拦下了警车 然而警察在村民的包围下 无力救援 承诺三天之内 肯定回来救她出去 后来 黄德贵想要转移雪梅 雪梅父亲拼命地阻拦 并与黄德贵发生了激烈争斗 绝望的雪梅拿起了菜刀 砍向黄德贵 画面黑屏 影片结束 盲山盲的不是山 是人心 是眼睛 站出来 呐喊反抗 要知道 埃莫大于心识 最后想问大家 如果你被人犯子拐卖 你有什么好的逃跑计划吗 欢迎下方评论告诉我 点关注不迷路 明天再见 晚安 拜拜